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意象 1983年当苹果公司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时 他年轻的创办人斯蒂夫·约伯 从加州的硅谷跑到纽约 来找百事可乐的总裁约翰·斯库莱 想挖他去拯救那岌岌可危的公司 斯库莱在过去13年 帮助了百事可乐 抢去不少可口可乐的市场 使他的身价百倍 当他们两人站在斯库莱的 曼哈顿摩天大楼办公室的窗户前谈话的时候 斯库莱拒绝了约伯的邀请 他告诉约伯说 他的百万薪金和退休金 会使苹果公司支付不起 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 你想用你的余生生继续的卖甜水呢 还是和我一起来改变世界 这句话提醒了斯库莱 使他接受了苹果公司的职位 同样的是工作 但因为心态的不同 却有不同的意义 约伯用图案界面和滑鼠来控制电脑的操作 创造了麦庚塔许的品牌 广受顾客的欢迎 1985年 由于他和斯库莱的不同理念 结果被苹果公司的董事们排挤掉 于是他自己出来 创立了耐克斯公司 斯库莱则利用他卓越的销售策略 苹果的品牌电脑 畅销成为加户欲小的品牌 直到1993年 他被强迫退出公司 同时 约伯的耐克斯 利用电脑绘制卡通动画 取代了传统费时费人力的动画过程 他制作的这些电影 像玩具 昆虫世界 怪物 找尼摩 神奇家庭 许多的卡通影片都通通得奖 1997年 苹果公司的产品滞销 销售减缓 就和耐克斯公司合并 约伯又被聘回为新公司的总裁 他提出了新主义的i系列产品 iTune iPad iPhone iPad 结果把苹果公司变成一个高品质的尖端科技产品公司 改变了人们用电子产品的习惯 并使苹果公司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公司 带着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世界 会导致人性发展的突破 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意向的启发和导引 同样的 我们发展神的国度 也要有意向 就是从神来的启示 看见未来发展的途径 世界之子都知道前瞻性的重要 神为天国之子 我们岂能满足于现在的一切呢 在这一个物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 我们要保持清楚的目标 看见天国的价值 把信徒带入到永生的关系中 能享受神 也让神享受我们 这才是传福音的真实用意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